推不在籍投票 被綠營批評說是違憲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他再度反擊 強調不在籍投票 是全世界主要民主國家 都在推行的 民進黨根本是為了政治算計 才會反對 反酸綠營是剝奪民眾民主的權利 才是真正的違憲 要進一步爭取青年認同 我們都知道 國民黨不再是加大業大力 就像我們中央設退伍軍人部 不是服務原來的黨員 去爭取更多新世代 青壯世代的退伍軍人 這不是在消滅黃富欽 這是讓黃富欽的精神 能夠拓展出去 朱立倫重申 這一屆國民黨立委 平均年齡是三黨最年輕 就是國民黨年輕化最好的宣誓 但花風一轉 對於藍營力推不在即投票 卻被民進黨批評違憲 朱立倫再度開炮 朱立倫也拿過去 民進黨的例子打臉綠營 諷刺民主進步黨 怎麼執政之後 就變成了民主退步黨 藍綠工房朱立倫喊話 國民黨一定全力監督政府 就是要揭發民眾認為 過去的不公不義 也會全力推動國民黨 提出的民生與改革法